西州建立之后 为了巩固西州政权 采取了丰邦建国 以翻平州的策略 于是州朝大规模分封诸侯 现代学者考证指出 根据历史文献和经文记载 西州可考的列国和部族 共有170多个 其中部分史无记载 是考古才发现的 比如曾国 还有本世纪初发现的彭国 鲜为人知的是 前些年宁夏考古取得重大成果 发现了一批甲骨文 上面记载的一个西州诸侯国 填补了历史空白 更为重要的是 该诸侯国的出现 不仅可以更好地解释 西州都城防御情况 同时又一次印证了 中国史书的可信度 我们来说说宁夏甲骨文 这个被遗忘的古国 谈到甲骨文 最著名的是 殷墟与周元甲骨文 但实际上 还有不少地方出土零星的甲骨文 比如宁夏雇园 十年前 在宁夏雇园市 彭阳县新吉乡 遥和村北部 考古发现一处 大型西州遗址 即遥和园遗址 面积约92万平方米 最终 学者确认为 西州早期 封国都义城 就是西州的诸侯国都城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出人意料的收获 就是在此发现了甲骨文 遥和园遗址一共发现甲骨文 150余字 其中 霍侯补于王 霍侯补于王母等 表明该国叫霍 是一处史籍未记载的西州诸侯国 同时 还有霍侯补于荣 霍侯补于荡货等 说明霍国和荣人之间互相攻伐 战争不断 史书记载 商周时期的大园 大致就是如今的固园地区 是荣人义渠的大本营 以前 学术界认为 大园地区没有周代封国 但遥和园遗址的出现 显然改写了认知 这无疑是 周王朝在最西北地区的军事前哨基地 是周人重要的军事堡垒 综上 西州建立之后 为了防御荣人 将防御阵线推到了西北狄荣大本营 在此建立了霍国 但西州灭亡前后 远在边陲的霍国灭亡 或许由此被春秋史观所遗忘 史书可信度 再一次被印证 霍国虽然没有被史书记载 导致后人不知道 雇原地区 还有一个周朝诸侯国 但考古发现的情况 其实印证了史书记载 遥和原遗址分为晚商 西州 东周三个时期 晚商遗存最少 只在东南部零星散步 西州最多 遍布整个遗址 东周较少 集中在遗址东部 商朝晚期 周人济立在商朝支持下 曾经征讨过义渠 史书记载 无以三十年 周师伐义渠 乃获齐军以归 商末鸡昌时期 太宫使周人大将南宫 试制义渠 德亥基 西以献咒 说明周人应该两次打败义渠 使得周人势力达到隆东一带 这与该遗址的晚商遗存相吻合 西州初期 周成王 周康王 曾大肆分封建国 而学者考证指出 遗和园遗址是在 城王康王时期的派出机构 之所以要在固园地区建立诸侯国 原因在于 一方面制衡势力不弱的疫区 一方面是保障周园 浩京的安全 因为固园地区与周园 浩京相距不远 由于霍国担负周园 浩京的前哨防御重任 故而遗和园古城非比寻常 是一个强大的诸侯国 史书记载 西州风国大多位于 原先商朝核心疆域 或向东向南新拓之地 但奇怪的是 周园向西与西北地区 则显有风国记载 这显然不正常 对此早有学者提出疑问 因为周人焉能不在 核心区周围分封诸侯 以保障核心区的安全 换言之 如果没有霍国 反而不太正常 总之 虽然史书没有记载霍国 但其实种种记载表明存在这么一个诸侯国 反过来 霍国的存在 又可与史书诸多记载对应 一片甲骨 引发了这里封存三千年的秘辛 也唤醒了这里等待三千年的生命 霍国 一处史料未曾记载的西州诸侯国 因遥和园的考古发掘而问世 经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 确认城址面积九十二万余平方米 是西州早期分封的诸侯国都一城址 布局完整 时代延续至春秋早期 先后发现了城墙 护城豪 高等级墓葬区 筑铜作坊区 宫殿建筑机址 水网 道路等重要遗迹 出土了青铜器 玉石器 象牙器 原石瓷器 甲骨文等珍贵文物 通过甲骨文解读其国别为霍国 是一处史籍未记载的西州诸侯国 遥和园西州城址位于六盘山东侧 这里处于北方农牧交错地带 是历史上华戎攻伐融合的区域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 遥和园西州城址中 至少曾有五种人群生活 包括州人 殷移民 戎人 四蛙 北方等人群 事实上 遥和园西州城址的发现 填补了西州王朝 在西北地区管控经营的模式 遥和园西州城址军事属性明确 其如同一座军事桥头堡 帮助周王室控制整个隆东区域 同时 遥和园西州城址 也反映了西州王朝在经略西北过程中的策略 遥和园西州城址中存在人群融合 民族杂交的迹象 还拥有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 以及象牙器 瓷器 玉器 绿松石等奢侈品的交流获取网络 有两点值得 这些都表明 生活在这里的农耕人群 与游牧人群之间 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包容 彼此交流的 由于缺乏相关史记记载 在遥和园西州城址被发现之前 学界对西州王朝在西北地区的管控经营状况并不明晰 甚至有观点认为 西州在西北边疆地区没有分封诸侯国 西部疆域基本上是被广义上的西戎人群所占据 周王朝实际上对西部疆域是失控的 但遥和园西州城址的发现 有力实证了西州王朝对西北边疆地区的管控 该城址拥有功能结构复杂的聚落形态 带牧道的高等级牧葬 掌握高技能工艺的铸铜作坊 出土有青铜器 玉器 瓷器 象牙器 以及以甲骨文为代表的特殊文化产品 这些发现说明了西州王朝对西部疆域的管理于东方地区一样 采用的也是分封诸侯 翻平王室的模式 实际上 遥和园西州城址遗址存续到了春秋早期 贯穿整个西州历史 这进一步证明了州人在整个西州时期 一直强有力地控制着西部疆域 最后 关于本文话题 还有两点值得思考 首先 霍国国君是谁 州朝建立之后 基本已经不再使用甲骨文 但为何霍国还用甲骨不问 清华简记载成王东征之后 将部分商演移民迁于西北 那么霍国会不会是西迁而来的商朝移民 故而依然使用甲骨不问 其次 霍国如何灭亡 如果霍国在西州晚期前灭亡 那就意味着浩京 周园缺少了一道重要防线 或许就是犬戎轻易灭亡西州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霍国亡于西州之后 那就应是缺少中央支持而亡 当然霍国究竟如何灭亡 如今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下一个音乐 下一个音乐